你要我一会拿吧 我先输液 你先放这 我还得拿呢 放这儿吧 我不会忘的 又开始准备输个液 它就是输快了会疼 然后没什么是吧 对 又疼 然后不要手 不要又要扑云 这个油 我本身都不能碰 我们亲爱的小姐 倒进去 你里面给我泡啥呀 茶呀 别可以泡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大美 我今天又来输液了 今年的身体真的很不行 一上火我就得来输液 就不舒服 亏我呢 这段时间还总是天天熬着汤 天天煲着汤 我感觉也没有多大作用 最主要是我的生活作息 白天呢 我总是在睡懒觉 晚上呢又爱熬夜 熬夜就算了 还爱通宵 其实今天呢 它是没有那么难受 但是我怕它半夜不舒服 有提前先过来打了消炎 来的时候医生都说 像现在这个季节 特别容易复发 我想我前段时间 不是才刚刚疏液吗 但是对比下来 我还是觉得 在这个诊所呢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我原来上一次输液的时候 在那个诊所 本来没那么严重 一输完直接严重了 好在呢 这一次呢 不是自己来输液啊 小姐妹过来陪我了 因为我呢 昨天她在我那边休息 我俩去吃了小龙虾 喝了一点啤酒 今天都开始不对劲了 我都怀疑说 我是不是该把酒给借了 因为本来是不想喝 想把你吃小龙虾吃个辣的 那总得配点东西吧 是吧 你看我姐妹又给我拿保温杯 又帮我倒水 上次的时候 我觉得总不用说一个人挺遭罪的 本来觉得膀胱这一块挺不舒服的 然后在输液的时候 从第一瓶 递完十分钟左右 我就觉得整个人呢 舒服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少熬夜 多喝水 最重要是饮食上呢 尽量是清淡一些 我平时的口味呢 都是喜欢比较重的辣椒啊 这种 无辣不欢 吃辣椒就算了 还喜欢配点酒 当然今年已经很少喝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像现在一个人生活来说 总体我没有那么多的情绪 没有那么多的不开心 更多的时候就那种无欲无求 不会说今天可开心 喝点酒啊 明天不开心的 我也想喝点 已经过了这个状态了 前两年可能大家从视频里面看到出 我是比较挺经常去喝的 但是慢慢的就少了 我会要 李延 没了 我最后一瓶啊 我每次一滴我都滴个最快的 这个是跟第一瓶一样的是不是 那吃不吃又不能潮最快了 这边喝点酒 这个药 滴完王就不知道 咋个小窍 他真是像你那个 那摸着多一下 然后竟然觉得 快点啊 不玩啊 我喜欢你 那样 所以我先替你 转眼已经低了第三瓶了 马上都快好了 一个多小时解决掉 其实我早上已经吃了消炎药 但是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大 中午又吃了一下 想想还是吃药解决不了事情 咱们就来输个业吧 总不能弄自己太难受 又给我倒水了 这个还挺好使 你里面泡的那个是降火的吧 现在生病已经输液回来了 熬夜惹的祸又上火 又吃小龙虾又喝啤酒 我也真是服了 感觉我的皮肤呢 今天都没有那么亮了 所以呢我又赶紧用上了这一款酒色的专为熬夜机准备的精华水啊 它是熬夜专演雪绒花风吟的精华水啊 特别添加了珍贵的法国雪绒花精华 以及呢四重透明致酸 可以呵护你的熬夜肌肤 令你的肌肤呢水光烹淡 打开包装呢 它是有两瓶这个啊 这一瓶呢是一个精华水 然后这个是虾青素的精华呢 用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把这一瓶呢注入进去 看到没有 这个就可以扔掉了 再盖上我们的盖子 就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这样添加 再摇一摇我们来看看 真正的一瓶虾青素精华水就已经完成了 看到吗 它这个呢是115毫升的啊 这个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啊 是59.9啊平时这一瓶都要卖200多的 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规格就知道了 真的很高大上啊 就是你 你们可以搭配斯利兰的这款温泉水啊 使用之前呢 先拿喷后把脸喷一下 喷完以后呢直接用这一瓶就行了 倒到我们的手上 再拍打到脸上 虾青素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这个玻色音呢 搭配了虾青素的精华啊 它主要是可以改善你的皱纹细纹 一系列因为熬夜而引起的暗黄 然后脸松垮等等问题啊 看还是我喜欢的橙色 这个包装是玻璃瓶的 还是我喜欢的颜色 链接我已经放到下方了 我真的很不容易 我生病了呢 我都要带货 没有办法 其实生病每次花钱也得小几百块钱 吃药输液等等 原相机看一下 真的可好看 摆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更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嘴巴总是这样说 但是生病输液了总是我 你看我过完年出来到现在才多久 我已经输了两次亿了 其他的吃药还不算 基本都是由熬夜引起的 所以有个完美的生活作息时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呢 你在吃什么丛草海参 在煲汤都是不管用的 这个涂完以后 觉得脸呢是嫩嫩的啊 你们可以看看 好了 这已经分享到这了 我呢 没事就多躺床 多休息 多多睡觉啦 拜拜